中年好声音2的冠军古卓文 早前代表TVB 去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堡 参加ABU亚太广播联盟音乐节 分别为音乐节的酒会和演唱会演出 卓文表现得松容淡定 原来他已经是第三次参加这个年度音乐节了 今次再一次参加ABU节奏就很开心了 因为我已经不止第一次了 今次已经是第三次了 我第一次去到土库曼 在澳门的电视台 作为一个代表去到 第二次就是疫情期间的 我也是代表澳门去参加 第三次了 今次的身份很特别 因为一个澳门人代表TVB 香港的代表来到ABU节奏 我觉得是很特别 觉得自己好像一次过代表了两个地方 虽然都有澳门的代表来到 但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是很 proud的一件事 卓文因为音乐节的关系首度去到伊斯坦堡 他还对当地宠物友善的氛围相当向往 第一次来到伊斯坦堡 我觉得很漂亮 第一个就是他的大厦是很矮的 所以可以看到天空 看到南天白云就很漂亮 还有他有很多的寺庙 也是历史遗留的寺庙也很漂亮 还有我发觉到的就是他 真是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甜品店 我怀疑的就是伊斯坦堡的人很喜欢吃甜品 虽然我也有吃 但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很舒服 还有人们都很友善 就是会对游客会是很友善 然后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很 团物友善的 就是他对动物是非常友善的 就是甚至乎是那些猫猫狗狗呢 只要进来一个地方呢 他们都会很友善的 有得他们这样躺在这里 这样stay一天这样 我觉得这件事很魅力